谭云并未召唤金龙神尸的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大块头早在一年多前恢复伤势之后 便感知到了三阶成年气的屏障 他此时正在灵兽带内闭关呢 光阴四溅 距离这一次的永恒之地失恋只剩最后一天 此时 世天魔猿载着谭云 已经来到距离葬神深渊入口 上于百万里之遥 众多二三阶妖兽 一见世天魔猿 顿时吓得匍匐于地不敢吱声 五个时辰后 葬神深渊十万里外的时空仙山 此刻 封巅上的神魂仙公弟子 经过为期一年的试炼 如今活下来三千一百余人 与永恒仙宗活下来的两千两百余人 正潜伏于封巅悬崖旁的一座巨大洞府里 静待时空隧道开启 一名弟子趴在洞口 时不时眺望远方 眼神中充满凶狠之色 仿佛随时都在等待猎物出现 众人经过和解 在试炼期间 一共击杀皇府圣宗弟子三十八人 剩下六十二人不知所踪 也许是躲在哪儿 也许是已经命丧妖兽之口 在众人看来 剩下的人没死的 迟早会来时空仙山 通过时空隧道离开永恒之地 他们开凿洞府藏匿于此 达的就是守株待兔的主意 势必要将皇府圣宗弟子 赶尽杀绝 片刻后 疯癫上空云海翻涌 狂风烈烈之际 苍穹之中 幻化出一条直径百丈的 漆黑时空隧道 时空隧道出现后 将在一个时辰之后关闭 此时 洞府入口处一名神魂仙公弟子 回头望向众人 主位 时空隧道开起了 我像皇府上宗活下来的弟子 也该快来了 主位 切记宁神秉息 别出声 等他们都来了 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距离时空隧道关闭 只剩最后一刻时 一艘灵舟便自远方天际 缓缓驶来 此刻灵舟前眼 正婷婷御礼着一名女子 女子身姿窑窍 卓一席绿罗寒沙长裙 尖若刀削 腰若素 鸡如凝枝 细若幽懒 她五官极为精美 名谋好持穷比英臣 再配上那些绿色长裙 犹若出水芙蓉 拥有沉鱼落雁之毛 透出了一股 与生俱来的高贵和刁蛮 她正是南宫如雪 经过一年的失恋 已经由胎魂九重 迈入了大圆蛮之境 如今的她 已退去了少女智能 显得成熟些许 此时此刻 她正眺望着时空仙山疯癫 美眸之中 流露出警惕的味道 在她身后 还有三十名弟子 其中丹麦有大牛等十三人 福麦两人 圣魂一麦三人 细麦八人 风雷一麦四人 此时灵州上的众人 发现南宫如雪 将灵州速度放缓之后 不由纷纷出声 南宫师妹 我看疯癫上并无敌人 是不是他们已经通过 时空隧道离开了 是呀南宫师妹 毕竟时空隧道 再过一刻就要关闭了 他们是不是没有等到我们 便返回永恒先宗啊 耳畔盘旋众人的一侧 南宫如雪 将灵州停了下来 悬浮于眼前 薄雾流云之中 她回首望着众人 诸位 为了防止他们 埋伏在封天上 我们暂时不能前去 我们再等片刻 但时空隧道 只剩下二十席关闭时 诸位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灵州 进入时空隧道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们都听南宫师妹你的 是啊是啊 都听南宫师妹的 嗯 南宫如雪 亲手微点 木然回首 跳往时空仙山 她总有些心神不宁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当距离时空隧道关闭 只剩二十席时 南宫如雪 驾驭极品跑起灵州 以最快的速度 朝其疯癫几持而去 数百里之遥 三膝极致 待灵州出现在 时空隧道下方时 南宫如雪 当即发令 快见时空隧道 随其一声令下 众人皆足踏飞剑 朝时空隧道攀升而去 嘿嘿嘿嘿 终于等到你们了 守死了吧 一道声音 自风巅上刻然乍响 下一瞬 一道道人影 自洞府内带着道道长达百丈的剑盲 朝皇甫圣宗弟子 斩杀而去 那几乎将虚空斩裂的剑盲 倾壳而至 使得皇甫圣宗弟子 只得放弃 进入时空隧道的机会 被迫朝疯癫方向逃去 否则的话 不待进入隧道 恐怕就会死于对方剑下 众人面如死灰 目光惊恐地逃到疯癫上之时 无数残影木然出现 神魂仙宫 永恒仙宗弟子 已经围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形囚龙 将他们包围的密布透风 此时此刻 只剩尚未收起灵州的南宫如雪 不在包围之中 众弟子惶恐万分 将所有希望 全部寄托在南宫如雪的身上 不但神色焦虑的南宫如雪开口 一名神魂仙宫弟子 率先朝南宫如雪拱手 我们敬你是圣女的妹妹 所以不杀你 还请你速速离开 南宫如雪欲收一番 一并飞剑并幻化而出 如果我说不能 除非你们先杀了我 否则你们别想伤害他们 我们不会杀你 当然我们也不会放过他们 永恒仙宗为首的南弟子笑呵呵的 说吧 也不给南宫如雪开口的机会 凶香碧露 指着被包围的皇甫圣宗弟子 闷声如雷 今日你们插翅南飞 诸位师弟师妹 再有十二溪时空隧道就要关闭 快宰了他们 然后进入时空隧道 是断是凶 一种目光凶残的永恒仙宗弟子 当即便要对皇甫圣宗弟子出手 不要 南宫如雪无法接受 看着同门被人屠杀的一幕 就在大牛等人认为必死无疑之际 正当永恒仙宗 神魂仙宫众人 认定大牛等人插翅南飞之际 苍穹之中忽然传来一道鹤齿 有老子在 我看你们怎么杀我皇甫圣宗弟子 众人闻言寻声望去 只见一名白袍男子 足踏飞剑急驰而来 由于速度太快 众人完全无法看清来者是谁